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按外傳 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戰爭警戒 好那旭哥來分享這個遊戲 這個史上最多的禮包碼 好幾十組的隱藏版區 非常多組 多到非常長 反正就非常多組 好幾十組 在後面會詳細翻 他這個詳細的兌換教學 怎麼樣去換禮包碼 因為都是英文的 所以旭哥會詳細的解釋一下 幫大家翻譯一下 然後有一些神角啊 然後像是一些神卡 然後角色啊 然後這個陣容啊 一些武器啊 坦克啊 然後兵種啊 這個遊戲就是二戰的啦 喜歡二戰的可以體驗一下 然後首抽啊 這些都會在這個遊戲可以獲得這麼多東西 那旭哥是對這個題材比較不感興趣 那大家喜歡的話 大家可以好好體驗一下 那 就幫大家把這個福利還有禮包碼總整理 那我們進入遊戲攻略 Let's go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 續哥 手優攻略 那頻道呢有各種最新的手優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兌換碼遊戲的虛寶序號獨家最新 好那我們進入遊戲了 D-Day 1944年的6月6號 June 6 這是二戰時期啦 諾曼蒂登陸 看到Normand 那我們就是閃兵進行降落登陸 降落啦 大火進攻了 二戰的題材不知道為什麼還蠻受歡迎的 序哥是沒有特別喜歡的 也沒有說特別 有什麼 喜好之類的 但是這個題材的確是蠻受歡迎的 諾曼蒂登陸啊還出很多電影啊影集啊 很多這種 好 我們大火進攻了 好大家集結在一起 五人小隊啊考人那麼少 這樣夠用嗎 砂丘魔寶什麼 紅色警戒那種風格 要撤退啦閃人 大火落跑了 進來進行治療 生產這個比較強硬的兵種 現在感覺不太流行這種慢節奏手遊 節奏比較偏慢的點 前面教學有點太長了一些 需要那麼長的教學 好那前面就是一些教學啊教學可以跳掉嗎 停止是可以跳掉的 這可以跳掉嗎 那個教學是有點無聊的點 我們是A小隊嗎 大火進攻了 他就是要跑去那邊 這玩法有點悶啊 喜歡這種SLG的可能會喜歡 對虛哥來講有點太悶了 虛哥不喜歡這種節奏太慢的手遊 悶了點 好要去佔你這些句點什麼的 有點悶啊 沉悶 速度又很慢 We are under attack 我看到閃人 再會 撤退 閃人了 大火落跑了 好那虛哥來分享這遊戲史上最多的禮包碼 還有隱藏版的序號總整理 這個遊戲 呃其實有點悶啊 但是虛哥還是幫大家整理一下他的禮包碼 一些福利 禮包碼這邊 遊戲叫Word Alert 很長一串 好禮包碼有這個 GJLBN96AIE0Z 這個是用到10月7號 這是有限時的 好這個V1Q8ER4YD 這個是到11月8號 那57KZCY38GUE 這個是用到10月30號 接下來是這個 AOLBTZ XEMH AOLBTZ XEMH 這個是到11月15號 2024 11月15 接下來是這個 I6NE V950 這個是到10月27號 2024的 10月27 2024 V4OGHEN7 這個到10月17號 2024 這個到10月17號 4KQB H21 4KQB H21 DU 這個到11月1號 接下來是N90 RH7 SE8UE 這個到9月22 都快到了 有些 大家注意一下 PGQQY85TX CED 這個是到10月5號 非常多組 也太多禮包嘛 這個接下來有3MHUKAXQ 6BC5 這個到11月13 接下來是8KAWP 6O7UL 這個到9月22 10月12 好那時尚最多禮包馬 將隱藏版的需要 總整理就分享給大家了 那這個有教大家怎麼去換這個禮包馬 就是點那個 沃爾瑞然後點那個setting就到設定這樣 然後 會有一個可以兌換禮包馬 Redeem Gift Code 的option 就是可以兌換禮包馬的option 就是 點選單 Settings 點進這個設定的選單 然後點這個Redeem Gift Code 這個選項 接下來再輸入這個禮包馬就可以了 就可以拿到這些獎勵了 就是遊戲的一些福利了 那還可以到他們的官方社群網站 還有一些 FB IG 或是什麼他們的一些官方的 Social Media 這邊 各種隱藏版的序號 跟旭哥平常講的差不多 好就是到Discord什麼的 那這邊有講說啊他這個 禮包馬是現實的 什麼 啊用英文啦 幫大家翻一下 好就分享到這邊今天攻略那大家記得訂閱旭哥的頻道 看旭哥的手錶公園我們下一集攻略見 好這個 今天 第二天 Jill 這主意 裏